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进行Android Studio的第二讲 在第二讲,我想给大家介绍Android Studio的基本框架 它的基本概念,以及帮助您很快地从Eclipse 迁移到Android Studio 好,我们先打开一个Android Studio界面 它的整个框架是和Eclipse是一样的 在左边,通常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结构 右边,它是一个编写代码的一个区域 这是我们的代码编辑器 下边也有一些工具栏 在必要的时候的一些小窗口 然后,同样的 这边呢,有一些同样的一些小窗口,一些工具 顶上是一些工具栏和一些菜单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结构 那如果是说您是从Eclipse迁移到Android Studio 那么你需要了解在Android Studio里面的工程 或者就一个project和Eclipse的project的一个区别 我们知道如果是说你在Eclipse里面 你要新建一个工程,那就用一个project,对吧 它一个project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项目 如果是说你要引用第三方库或者一个内库的工程 它也是新建一个project,对吧 那么这个project之间是相互引用的 也就是说在Eclipse中,project和project和你所引用的内库的project 是一个并列关系 那在我们Android Studio 它一个project就是我一个项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容器 它里面每一个project里面会包含很多模块 这些模块可以是可执行的模块 就是可独立运行的,也可以是说作为内库使用的模块 因此也就是说在我们Android Studio 那一个项目,它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窗口 那么原来Eclipse中的每一个project就化成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模块 所以这里也要大家搞清楚啊 也就是说在Android Studio里面的project的概念 是要大于在Eclipse中的project概念 Android Studio里面的模块,module 它就等同于Eclipse的project 比如说我这个工程 我整个一个project我包含了两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叫APP 第二个模块是MyLibrary 那么我的APP是引用了MyLibrary里面的库的一些内容 如果是放在Eclipse中 那么这个Apps和这个MyLibrary都是两个project 那到我这个Android Studio中就变成两个模块 这里大家注意啊 这就是它和Eclipse基本概念的一些区别 我们回到我们的大纲 Android Studio的project约等于是Eclipse的workspace Android Studio module约是相等同于Eclipse project 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它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Android Studio的项目向导 因为每次我们启动一个新的项目 我们都需要通过项目向导来进行 这个Eclipse其实是一样的 好,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好,这里弹出来的对话框其实和Eclipse是类似的 这里是有一个你的application的名字 这里的是公司的域名 然后在下面它会默认给你生成一个包名 那如果是说我现在不想要它这个默认包名 我想自己修改 那在这个对话框的右边有一个edit的按钮 点击它,它就变成可编辑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修改包名 这里是你项目的一个放置的位置 好,我们下一步 这里可以选择 如果我们通常是用手机或者平板上使用的 那么就直接选择这个 下面它同时支持TV可穿戴的 还有谷歌眼镜的一些开发 谷歌在这里帮助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其实不太清楚 我选择这个API 116和API 117 它的影响是什么 那很简单 只要你点击这个文字的这个区域 它会谈一个对话框 告诉你当前这个API level 它的市场占有率的占比是多少 好,这里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说你想百分之百的兼容 大约你可以 可以把API level设成八 那么能够满足99.5%的手机 那如果是说你通常我们用API 16 或者是15 那大概是有82.6%或者是16% 如果我现在要最新的 比如安卓5.0的机器 少得可怜 0.1的机器能跑 这就是你选择mini SDK的影响 很直观 同时在这里 下面有文字 它也会告诉你 这个目前 比如说现在我 现在我选择的是API 16 那么有82.6%的设备 它是兼容的 好,继续下一步 这里呢是有一些模板 通常情况下来 你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选择 能够让你很快的进行一个开发 我们这里就选择一个 登录吧 登录Activity 然后下一步 好,这里是一个你的Activity名称 和你的一个布局 然后这个Title 好,这里一些组件 好,点Finish 好,这就是我们新引入的一个项目 那如果是说我这个项目 增加一个 我要引用的一个酷工程呢 我这里可以新建一个模块 下单New 然后New Module 好,注意一下 这里Module和之前的Project 是不一样的 大家注意 同样的 如果你这模块 它也是可运行的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Fone Table 或者是TV等等 那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这里会做一个选择 第一个是我们普通的Android内裤 这里如果是说你已经有存在的 Eclipse的一些工程 你可以把它引入进来 那下面还提供了更多的一些选项 比如Java的裤啊 或者是说一个Java JR的文件等等 都可以做一个裤来引用进来 好,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我们选择Android的裤 下一步之后 然后这里Modern是一个 Modern是My Library 我们先不管 好,同样的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空的用 TVH就好了 Fenix它 好,这里就加进来了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我们注意 它这里就会新增加一个模块 好,这出来了 新增加了模块 那么我目前来说 我只是已经入了这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呢 和上面这个APP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我需要把它依赖上去 对吧 怎么依赖呢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是用这个右键 打开这个OpenModuleSetting 当然你也可以按着快捷键F4 对吧 就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Dependence Dependence这里呢 它依赖了本身的架包 和那个SupportV7 以及Google的Google Play的一些内裤 对吧 并没有这个My Project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键的加 添加 然后ModuleDependence 选择它 OK 那引入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库中的内 或者对象进行编程